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的题目就是免年费拖车公司优缺点的比较 CAA的优点就是响应速度比较快 来车来得快 而且提供免费的地图 再有就是认人不认车 就是说你有CAA卡的话 你可以为你的朋友提供这种免费的付费的拖车服务 除了CAA以外呢 还有就是TD银行的Visa信用卡也有这样的服务 如果你申请了TD银行的Visa信用卡 就可以加入TD Auto Club 就是车辆俱乐部 他们可以提供拖车服务 它的优势在呢 不限拖车等服务次数 CAA呢 它的基本会员只能提供五次拖车服务 它这个TD呢 是可以不限次数的 而且呢 它可以把这个你全家里边的所有车和所有驾驶员都包括在内 再有呢 是不但拖车也拖车上所有的乘客 就是说 你还有其他的人呢 CAA里边这是不包括的 最后一个呢 如果你的车要是被偷了的话呢 他们在这个住宿活 餐费和交通费方面 都提供免费的服务 Connectar就是加拿大轮胎公司 也提供这样的服务 他们有一个叫红三角Master信用卡 如果你申请了这个卡以后呢 他们可以为你提供拖车服务 加拿大轮胎公司的拖车服务呢 优点是 每次可以免费拖车250公里 这个 CAA只能提供10公里的免费服务 还有呢 就是他有一次免费换机油 而且呢 还提供三张换机油的优惠券 这个都是很好的 再有呢 除了免费的拖车公司呢 Costco每年只需花64块9毛9 就可以提供拖车服务 它这个年费比CAA的年费还要便宜一些 Costco的路面资源呢 包括这样的服务 一年有8次免费的拖车服务 每次呢 也可以拖250公里 还有是免费送汽油服 爆胎服 所有的家庭成员呢 都可以有会员卡等等 以上呢 就讲了几个付费和免费的卡 无论是免费的 还是收年费的 我的感觉是 起码这些是正经的公司 欺骗的事情比较少 大家可以在选用这个拖车公司的时候 进行比较 考虑哪个更适合自己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